你好,我是Google的Tina 歡迎回到我的日常 聽我臉笑為輕鬆生活學理財 很多時候時事看一看 我生活中出現什麼新東西 會讓你去follow或看好一個產業的發展 欸,你就還蠻想要參與這個趨勢的 當想到你沒時間或沒心力 來進行選股這個大工程 投資苦干就會變得挺辛苦的 所以才會有像共同基金 讓經理人來幫你代操的金融服務 還有另外選擇就是買入ETF 那ETF會跟著一個設定好規則的指數或指標來進行選股 讓你一次就能攔進相關公司 像元大的00861全球未來通訊ETF 就是設定投資在跟5G科技、通訊科技相關的公司 欸,但就算想了研究公司的功夫 我還是建議你要看看有興趣的ETF 它的成分股權中有哪些 來確認說這個投資概念有沒有跟你想的差太多 比如說你覺得戶外運動的風潮會大流行 那健身房雖然跟運動有關 太壓根就沒在戶外啊 所以如果我有一支ETF 是個North Face、哥倫比亞、登山設備製造公司 跟另外一支運動ETF 但投資的是Wordream、GoPro 感覺也是蠻運動的吧 但戶外的成分可能就會比較低 話說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元大全球未來通訊ETF的主要持股 前10名是誰 這10家公司就佔了這個ETF6成的權重 但想要投資5G的你 真的都認識他們了嗎? 我請我們的骨感研究員深入了解了一下 幫大家整理這些公司主要的業務有哪些 OK所以第10名是Chrome Castle 這個公司是美國前三大的基地台設施租賃服務公司 主要業務是在美國地區經營共享基礎設施的出租服務 第9名和第8名分別是AT&T跟Verizon 這兩家公司是美國最大的電話和行動電話服務供應商 另外還提供寬頻跟收費電視服務之類的 有點像我們台灣的中華電信啦 第7名是高通 高通是全球Wireless無線技術的領導廠 還是全球前兩大手機晶片廠商 不少Android的旗艦手機都是使用高通家的晶片哦 第6名是American Tower 這是一家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公司 American Tower 透過它的子公司在美國 持有經營和開發無線通訊或廣播基礎設施的不動產 簡單來說它的商業模式有點像第10名的Chrome Castle 它把自己建設好的通訊塔出租給需要的通訊公司 然後收租金 另外一方面 通訊公司就可以把資本支出的風險給分攤出去 再來第5名是博通 博通是只做設計的無廠半導體公司 產品分為有線和無線通訊的半導體 那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Wireless LAN 晶片廠商 第4名是思科 思科系統公司是全球領先的網路解決方案供應商 例如說利用網路設備把世界各地的人跟網路連接在一起 讓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利用各種設備傳送訊息 接下來的前三名我想就不用多做介紹了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它們分別是三星、台積電跟蘋果 但是有沒有發現 第4名的思科系統 排名跟群眾都在蠻前面的 但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它 它的業務你們應該都很陌生 但沒關係 今天影片內容的下半部 就是要來說說思科在5G的佈局 其實思科在科技領域的地位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說沒有思科就沒有網路路由起 這個部分要從一個愛情故事說起 在1980年代 雷娜德和一個叫山地的女孩在談戀愛 她們兩人分別在史丹佛大學的實驗室和上學院工作 為了能更順利的傳奇 她們就在朋友一哥的幫助下做出了最初代的路由器 這讓她們可以針對特定電腦發送訊息或檔案 這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創決 因為在這個之前雖然有些公司有自駕網路系統 但彼此的系統並不相容 路由器就打破了這個屏障 可以傳遞信件到指定的位置 卻不需要在同一個網路架構下運行 而思科就是在1984年代這對鏈能成立的 隨著思科的發展 其中一位CEO摩格里奇決定仿效G1的業務哲學 就是每個產品都應該位於市場內的第一或第二個位置 不然就收一收不要做了啦 這就開始了思科以併購為主的成長策略 陸續併購了不少中小型企業 而每個併購案的前提都是協助思科快速進入市場 來增加公司業務範圍與產品的競爭力 讓思科慢慢從單一產品變成更多元的方案解決商 公司也成長到成為S&P500的成分股之一 目前是排名月第25 最後思科在5G上到底是扮演什麼角色呢 簡單來說5G讓網路速度更快 就能讓我們對於網路的延伸應用場景更多 譬如說現在大部分的網頁商品都是以圖片為主 但如果網路存取的速度更快了 而且影片的內容可以更吸引人來消費 那麼或許我們以後就會看到商品都是以影片的方式呈現 而這些內容就需要公司建設一些相對應的設備來處理流量 思科就整套的軟硬體解決方案來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思科更像是5G延伸應用中的設備商 這是不是跟大家常接觸的台灣5G概念股不太一樣勒 像00861元大通訊ETF的成分就有通訊晶片廠 5G設備租賃商、美國電信商、手機廠商跟晶圓代工廠 和思科這個延伸應用設備商 這樣大家又比較了解了嗎? 喜歡的話就分享出去然後訂閱吧!